什么叫做智慧电网 智慧电网其实是从传统的电力系统 加了通讯技术 还有一些再生能源 甚至是新的这些电缆啊 传电的这些技术 那甚至是一些智慧电表 加在这一个电网里面 目的就是可以在随时来监控 我们整个电力的一个使用 对啦 各位学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核心学力救力球 我是郎祖云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1999年的7月29号那一天 好像来了个全台大停电 这就是729大停电 当天的停电原因啊 后来查出来是因为南部连日的大雨 使得呢我们电塔的这一个基座被掏空了 于是倾斜造成了断电 这一下子啊 使得台南以北的这个台北的这些城市啊 还有以西的这些城市 大部分的停电 半导体的业者受到很大的损失 当然有很多商家相对的在金钱上面 在营业上面也受到了很多损失 民众在一时之间 还不知道真相的状况之下 没有电可以看电视啊 不知道新闻发生什么事啊 每个人都好紧张哦 还以为台湾被攻打了呢 但是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南电北送这里出现了问题 这表示呢我们这个南电北送的技术事实上非常的脆弱 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套新的系统 一种有智慧的方法来分散电源 分散除电 分散呢所有的这些风险呢 现在有一种叫智慧电网 有些地区呢已经开始要实施了 有些专家也朝这方向努力 当然我们希望未来我们都能够解决这个传输 跟互相存跟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让我们真正的可以智慧来用电 今天一起认识一下什么叫智慧电网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地球守护者 欢迎我们的方向踢踏队 5 6 7 8 方向踢踏就地球 大家一起来踢踏 今天的地球守护者 是四位爱好踢踏舞的团员 平常除了喜欢一起跳踢踏舞 也会一起做资源回收分类 不仅如此 也经常关注许多台湾绿能源技术 今天智慧电网的主题 他们能否挑战成功呢 好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专家 要来好好地认识一下 到底什么是智慧电网呢 我们要认识一下这个最新的科技 可以解决我们现在存电跟供电的问题 要请教的专家是来自中央大学的教授 对于这个新的功能 新的这一种存输的 这种用电的方法 存电的方法呢 是最有研究的 我们来欢迎陈正一 陈教授 您好 陈正一 国立中央大学 电机工程学系助理教授 致力于开创绿色能源的发展 提倡未来再生能源 结合智慧型电网 以减少能源消耗 好 我们要介绍游戏规则 今天各位如果能够达到十题以上 就可以让我们现在有点炎热 天空变成蓝天白云 第一个阶段呢 是快问快答 每一个问题问完 有个秒钟的思考时间 然后直接回答 好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好 OK 我们来看看呢 他们的脑子是不是跟他们的腿 一样的灵活 来 出第一题 智慧电网于2009年 在哪一国元首的带动下 掀起全世界的关注 一 美国 二 德国 三 英国 好 哪一国 当然是一 美国 一 美国 对 还是错 下一集 智慧型电网可结合哪种绿色能源 以降低碳排放 一 太阳能发电 二 温差能发电 三 潮流发电 四 以上皆是 请做答 好 答案应该是四 以上皆是 四 以上皆是 答案对不对 答错了 答案是太阳流 下一集 家中若安装了智慧型电表 可以监测到哪种资讯 一 单一加电用电量 二 每日用电尖锋 三 每月电费 四 以上皆是 那一样 二 再多次吧 三 新设计 一 新设计 一 新设计 请做答 应该是二 应该是二 每日用电的尖锋 对还是错呢 一 自己看 当然是以上皆是 现在大家听起来不傻傻 对不对 智慧电网到底是有多厉害 请教我们真正的专家 陈教授 我们帮我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智慧电网 智慧电网其实是从传统的电力系统 加了通讯技术 还有一些再生能源 甚至是新的这些电缆 传电的这些技术 甚至是一些智慧电表 加在这一个电网里面 那为什么这些东西 能够提升我们整个电机系统智慧化 其实智慧电网里面加了这些电表 目的就是可以在随时来监控 我们整个电力的一个使用 还有它耗能的状况 甚至发生的故障 我们都可以及时的了解 那电机系统里面会有很多的装置 在侦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它可以做即时的去做线路的切换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突然间断电的话 就可以透过别的线路来持续的供电 那再生能源 也可以从这时候 汇入到整个电网里面 去提供给我们的电力系统 减少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现在的智慧型电网 它里面加了一些双向的通讯功能 所以我们现在传统的状况是 用户只是一个用电户 所以永远都是缴电费给电力公司 那未来如果你自己有一个小型的 不管是太阳能或是锋利发电 如果你用的电没有那么多 其实多余的电是可以送回去给电力公司 甚至是卖电回去的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减少蛮多的一个用电量 那用户也可以从电表里面得知你现在的用电资讯 会给一个用户一个警示的作用 没错 就表示说也是时候你用电量的快大了 是不是应该要节省要节制一下 好 我们就给了很多很多的资讯 关于下面的问题 你们就要好好的思考了 来 我们再询问 智慧型电网可有效管理用电量 且相较于传统发电 可减少百分之多少的用电量 一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二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 三 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 请做答 答案应该是三 答案是三 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对 还是错 好 正确答案是百分之十到三十 这也是非常高的 好 再下一集 智慧型电网可整合绿色能源 提高用电效率 还可以完成什么目标 一 电线不走火 二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三 无电磁波危害 四 以上皆是 这个刚才我们也有提过 请做答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对 还是错 好 再来下一集 2012年台湾发电的碳排放量 为八千四百万公吨 如全岛建设智慧型电网后 每年可减排多少二氧化碳 一 两百万吨 二 三百万吨 三 四百万吨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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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三 请做答 我想应该是三 三 四百万吨 对 还是错 答对了 我们现在要请教一下 智慧型电网可以省掉 这么多少电 还有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比少多少 我先从智慧电网的结构来看 是 因为智慧电网里面 因为有智慧型电表 抓装在各个用户的一个家里 那这个电表呢 它可以收集非常多的用电资讯 那这个资讯呢 会全部收集到电力公司的一个 能源管理系统里面 那电力公司就可以从这个地方 来调节发电端 以及用户端 供需必须平衡来做调节 那用户端的一个电表呢 在未来也会导入时间电价 所以说不同的时段 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电价 那这样子 整个电的一个使用就可以很平均 那这样的一个节电在未来 在智慧电网的规划里面 大概整体来讲 节电可以节省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左右 那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因为再生能源的导入 所以大约每年也可以 减少四百万公吨左右 那天然气的一个使用 也可以减少到一百五十万公吨 好 我们再往下问 台湾计划二零一四年 在哪座离岛 成立智慧型电网展示区 一 澎湖 二 金门 三 绿岛 这边是什么 除作答 好 我想应该是 一 澎湖 一 澎湖 对 还是错 答对了 哎 还不错 很聪明哦 各位 开始学了哦 再往下问一题 台湾发展智慧型电网不易 主要的困难是 一 经费不足 二 学乏标准与规范 三 技术尚未成熟 四 以上皆是 好 请作答 是 以上皆是 四 以上皆是 对 还是错 答对了 对 种种的困难哦 到底真正的困难在哪里 我们发展起来很难吗 其实现在国家 其实正在推动 这个再生能源 跟智慧电网的建造 其实我们有很多 关键技术 其实都是跟国外 去输入这些技术的 那我们本地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开发技术 那所以建制成本其实也很高 所以等等的一些建制的标准 并没有标准化 那这些标准化 既然没有订出来的时候 很多制作电表的厂商 制作一些 风力霸电机太阳能的厂商 它并没有一个 规范去 对 所以它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建造 所以现在有很多 这些技术还需要 我们政府单位 还有很多专家学者来做共同的一个努力 其实还有啊 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在 共电的这一事上面 事实上一直都是采取很不平等的状态 好比说电力公司就是家 而电力公司的亏损呢 要靠全民的税收来去补贴 那我们还要缴电费给它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对待 好 来 目前呢各位 请问你们的得分是五分哦 那我们在这一条是可以采取加分的方式 如果你觉得对分数不满意的话 可以提问 如果你的问题问得好 参加会再给你加分哦 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的江远德先生来 老师你好 我想请问就是 就是现在这个智慧电网 在国外的发展的现况 大概是怎么样的 智慧电网其实从各个主流的发展国家 它的基本结构都很类似 那唯一的差别在于 某些国家的用电状况 某些国家的电力系统的建置状况 会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基本的一个诉求 会有一些差异 举例来说 美国的话呢 它结合了智慧电表 超导体的电缆 还有再生能源 甚至电动车 这些技术的整合 从发电端 输电 配电到用户端 那它透过这个电表的双向的通讯功能 它可以去监督用电的状况 来减少能源的损耗 那提升整个电网的稳定度 这是美国它比较 Focus的一个重点 那如果是欧盟的状况来讲 欧盟它就主要着重在 配电网路的一个管理 还有再生能源的导入 在他们的一个政策里面呢 希望可以投入更多的再生能源的比例 那希望达到整个电力品质的一个提升 那在中国来讲 它就比较特别了 它主要是透过特高压的一个网路系统 把火力发电 水力发电 甚至是核能跟再生能源 做一个集中式的这样的一个发电 所以其实这个这些国家 他们的发展都蛮特别的 那台湾还在发展中 所以这个国家都是我们在参考的一个发展对象 好 这个问题问得好不好呢 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哎呀 想问了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段影片 我们来看看德国人是怎么做的 我们的题目跟答案都在影片里面 回来的时候呢 有十秒钟的思考时间 然后要把答案写在我们的手写板上面 所以没有参考 要直接把它记下来哦 好 我们先来看看德国是怎么做好智慧电网的 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厂辐射外泄事件 唤醒全球重新解释核案的问题 同样是工业大国的德国 便因此做出了重大改变 德国原有17座核电厂 2010年总理梅克尔原先计划增建核电厂 却在日本核塞事变后两个月政策急转弯 宣布国内八座核电厂停止运作 德国立刻失去了自成的发电量 占总发电量9% 到2022年将关闭所有核电厂 但是停止核电厂运作的德国 却依旧保持其电竞出口国的地位 秘诀在于再生能源 2001年德国就鼓励发展再生能源 2011年再生能源发电量 已占总发电量的两成 但是再生能源不够稳定 仍然需要石化燃料补助发电 为了提高石化燃料的使用效率 德国专注于电网配置的改良 电网配置是一种调度系统 因为再生能源受到大自然因素的影响 下大雨就不能用太阳能 这时候就需要火力发电厂来补充 而如果海边的风力特别强劲 多余的电力就可以送到需要的地方 或是储存在电池里 智慧电网除了能有效调度电力的使用 还结合网络 能随时上网观看家中的电力使用量 达到数据明朗化 能更有效的节约能源 德国的电费中 有六成是跟着国际价格浮动 剩下的四成则是计划性的微幅增加 这四成的经费主要是提升智慧电网的配置 发展再生能源 以及补贴高耗能的工业 虽然每年电费都涨 却有六成民众愿意买单 因为智慧电网做得好 民众购买的电力设备 如果有多余的电力 还可以卖回去给电力公司 德国表示要在2020年前减少10%的用电量 让浮动电价不再上涨 这恐怕是在废核后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 好 现在我们就来问了 来 影片里面出什么题目呢 请问 影片中 德国电费的四成 主要是作为提升电网配置 发展再生能源 及何种用途 高耗能产业的工业 好 是来补贴高耗能工业 对还是错 答对了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去答 这四成的经费 主要是提升智慧电网的配置 发展再生能源 以及补贴高耗能的工业 好 这就是互补的作用嘛 你没有 我给你 我有 我给你 就是这么回事 好 来 我们来看下一题 影片中表示 如智慧电网配置做得好 德国民众可将多余电力 做何种用途 好 他们的用途是 多余的电力可以卖回给电力公司 对还是错 好 不错哦 也答对了 我们再评论解答 因为智慧电网做得好 民众购买的电力设备 如果有多余的电力 还可以卖回去给电力公司 好 恭喜 在这个阶段呢 你们得到了四分 还想要加分吗 有 我有问题 有 好积极 来 玉萱 老师你好 我想请问就是 智慧电网的成本高吗 其实它这个资金是十分可观的 我这边可以提供一个数据给各位 在2015年如果我们铺设 台湾的智慧电网 把智慧电网做 600万巨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铺设的话 那预估的经费 大约要花334亿的台币 这334亿只有电网而已 那还不包含 那个太阳能 锋利发电机 周边的再生 整个我们整个便利系统必须要开换 这些所有的这些成本 我们都还没有算进去 所以其实它建造起来是蛮可观的 但是它其实带来的便利是蛮多的 还有整个最重要的是简单减碳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朝着这个目标来迈进 那也尽量的把这个开发的技术成本 能够尽量减少 那这个问题您觉得问得好不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看实际的问题 那我在今天我也想请问教授一个问题 德国的政策是不是也鼓励民众 自己要去发展一些再生能源 就是如果说那个小型的话 当然其实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我们现在的状况是 大家缴电费给电力公司 那未来你就必须电表要先建置好 你才能知道说你到底是用得多 还是卖得多 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个状况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来操作一下 既然我们对这个智慧电网有一定的认识 现在我们就来给大家一个智慧电网 告诉你你要怎么样配置 你来教我们 好 来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好一个智慧电网 智慧电网一家亲 今天的十座题 要请守护者们将太阳门 商业大楼 发电厂 安排放入智慧电网的相应位置 完成一个智慧电网 即可获得六分哦 现在计时一分钟 你们讨论一下 每一个地方各应该要放什么样的缺少的图块 请加油 计时开始 商业大楼 我找个智慧电网 哪里应该还在这边 商业大楼 我找个智慧电网 箭头也是一个可以参考的 最来一句 对 把电草 参考在中间吧 太阳人吧 应该是在这里 不是吗 不是吗 他们说 你看看来 他们并不同意你的答案 商业大楼 我们讨论就应该在这里 对 这就是他们的答案了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从最内圈的来看 内圈这个位置应该是发电厂吗 教授 没错 答对了 好 再来呢 我们第二层的太阳能是在第二圈吗 反正是对的吗 也没错 也答对了 没错 想当两耳的对外层的商业大楼 应该也是 对 也是对外层 哎呀 不错哦 这个阶段有很好的分数 但我们现在这个图就要请我们的教授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了 这位电网它的基本架构就是如同这个图上所绘的 是用三个同心源来代表的 那最中间呢 为什么是一个发电厂呢 因为它周围那个圈是输电网 输电网代表的意思是呢 我们要从发电端直接送输送比较远的距离给我们的用户 那这时候必须要把电压提升 所以我们的电压在这个阶段是非常高的 那接下来呢 是太阳能 那太阳能它这边连接的是配电系统或输电系统 那这个地方呢 周边除了太阳能以外呢 还有风力发电机 还有一些相关的再生能源 都是从这个地方汇入整个电网的 风力 那最外层呢 是我们的一般的用户 除了大楼以外 还有工厂 甚至这边很有趣的电动车 也是属于我们的用户 我们在最末端会有智慧电表 加装在这个地方 那太阳能再生能源这一款呢 可以透过它汇入电网进行一个小型区域的供电的话 可以辅助我们原本的电力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提升 就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方式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 所有的这一些步骤 不只是专家学者 我想我们的这个官方呢 也应该要做好及时的准备 那不然呢 我们就一直都在发展中 好 恭喜这个阶段呢 你们达到了六分 恭喜 好 等一下我们就要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分数 看他们是不是能够改变我们现在的天气变成蓝天白云呢 马上来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你们的分数了 好不好 好 来看看他们的走分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 五 六 七 八 九 还有没有 十个灯 恭喜 十一个灯 再来 十二个灯 还有没有 十三个灯 加油 再来 十四 十五 还有没有 十六 哦 十七 不会吧 还有没有 十七的灯 哇 分数非常高 恭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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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各位能够先让我们现场变成了蓝天白云这样的一个清爽 谢谢你们 今天的狂想踢踢队在问答题中答对了15题 加上主动发问的加分 总共获得了十七个灯 成功帮助地球降温 你也想来守顾地球吗 赶快来报名吧 好 这个当然要谢谢你们 要致赠你们的环保铺满 请到这边来 我们要请陈教授来为我们颁赠这个环保铺满 来 来 请 好 希望大家把节省下来的资源呢 存到这一个成千套里面 将来可以捐赠给致力于环保的单位或是机构 让我们永续地来经营这一块环保的智业 好 在这边还要再恭喜大家 我们这个单位还要送给大家呢 就是经典杂志一年份 这里面有许多呢 相关于自然知识 常识 历史 很多的项目 可以让大家好好的一起来欣赏学习 当然要非常谢谢陈教授 提供我们这么先进 这么好的一个概念 我们希望全民一起努力 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成为智慧电网的国家 好 在这边呢 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主队参加 像他们一样 来我们节目当中 稍稍地亮一下你的才艺 甚至呢 一起来做好兼能减碳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关系 学校 机关 团体 同学 社团 欢迎报名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 恢新权利 救地球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